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冰原的实际运行效果 然后大概在村里的话就是30多帧以上嘛 就是35帧以上到40帧 野外的话大概能达到40帧到50帧 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 因为昨天的话7月25号 那个艾亚的掌机的外观已经发布了 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又看了一下艾亚的那个原型机的演示视频 就是三胖他们当时在沈阳的隔壁城市 不知道是哪个城市啊 可能是铁顶马路的那个视频 我忽然发现那个AMB的4500CPU和那个2035G7好像帧数差不多 艾亚的性能好像和GPD1035G7也是持平的 就算是比1035G7强的话应该强不了太多 所以对于艾亚掌机的话性能期待比较高的朋友呢 我感觉可能就不要对艾亚期待很高了 艾亚我感觉他主要还是既然这样看性能和帧数的话 那他还是说他这个价格比较有优势吧 大概是3000多的这么一个价格 肯定是比GPD的英特尔的芯片 用AMD的芯片肯定是要比英特尔的芯片便宜的 更有性价比的 还有他那个纸板机型可拆卸的手柄也是作为一个卖点 所以大家关注性能的话 就是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些别的东西吧 他这个性能可能并不会达到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强吧 也就是接近MX250的这么一个程度 然后我给大家接一个任务吧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实际演示的帧数 就是在村里的话最多最多大概掉到35吗 也有可能掉到30这不一定 然后在野外的地图有时候也会掉到30以下 就是看那个特效多那个怪物放那个技能 然后咱们现在先去接个任务吧 先在这个任务面板上接个任务 然后就接一个讨伐大贼龙的吧 讨伐大贼龙的吧 看看哪个啊 讨伐大贼龙的吧 然后就在那个 雷东营地 帧数是可以的 我原来以为怪物猎人是玩不了的 但是没想到竟然可以玩 40多帧 它只是那个开场动画的时候特别卡 就是在船上的时候吧 就是跟那个过场动画比较好 但是见实际游戏的话是不卡的 好像这个营地也不太对劲啊 那咱们就还是按着一个地图去找那个贼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帧数啊 野外基本是40 问题都不大 然后咱们先把这个贼龙锁定一下 他在哪呢 哎呀没有了 没有了 那咱们先找一找吧 反正走一走我也就碰到了 应该选那个营地的 我问题不大 我看一下这个帧数也就是40多帧 我看当时三胖他们演示狄特效的话也就是这个帧数 哎那咱们正好就先把这个搞定 忘了烤肉了 但是应该不爱是 应该是足够的 他跑了 他跑了啊 他跑了啊 它是可以断尾的 这个血量它比较少啊 打两下它就不行了 不像大贼龙啊大贼龙不能断尾 这两下就断了 感觉怪物猎人世界还是比那个怪物猎人其他的系列便宜 我们先把它的尾巴拿一拿吧 然后跑掉了 我们锁定一下它 然后趁着这个时间把这个笛石 咱们一会再砸一个大贼龙啊 先把这个鸟干死 这个大贼龙基本没有什么挑战 它就是水兽 就是一个削肉版的水兽 特别的easy 咱们把这个干的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我再当下就好了 躲在当下就好了 先过一下 看它的头上 然后它又给咱们钓了好多东西啊 好像不是它掉了 好像不是它掉了 走 往哪儿去了呢 看一下啊 好像是往这边去了 飞的还挺快的 这个飞爪我一直没用过啊 这个飞爪是不是可以没有啥呀 是不是可以趁它跑走的时候 直接就飞到它的身上呀 它跑的话就很麻烦 咱们说实话现在 好 好了 咱们就 找到它了吧 咱们就没有啥了 它怎么就是了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搞定 然后咱们先挥一下银币 然后再去打这个大罪隆 磨一下刀 这还有一个烤肉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烤肉 它这个草石龙肉是真的多 它这个小的竟然还有两块肉 这块就可以烤一下肉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骨头啊 骨头只要变黑了 就可以拿起来了 然后它大概是响第二个灯的时候拿起来就行了 听音乐的话也蛮好的 好了 咱们再磨一下 刀不用磨了 然后咱们现在就直接去把那个贼龙打掉 然后就完美的羡慕就好了 贼龙还是很简单的 它就是一个水化水瘦的弱化版 特别的easy吧 然后它现在这次怪物恋人世界 反正是终于是 是说可以吧 然后做到像那个石神者一样的大地图 哎呦 现在我就走了 这啥东西啊 Jerry石是吧 刚才那个平一枚移过来 这样切 哇 这个有的时候用那个一个键用习惯了 用PSP上有的时候会用错 不过它这个现在做的挺好的 还是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摁出来 它竟然可以在上面一直攻击啊 这些小怪还是蛮烦人的 要不然刚才直接就弄啥了 好吧 刚才直接四连斩了 我就把它打掉了 然后最后那一摔 那一下 没看见 这个小怪还真挺烦人的 那咱们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较有一个稳定的帧数吧 那咱们这期视频就会发生了